这是一组记录死刑犯被执行死刑时的真实影像 记录了犯人临死前的心理路程 他们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的 对于自己的罪行 对于即将面临的死亡 他们又有怎样的想法 欢迎点击关注 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视频 这是一组记录执行死刑的真实影像 录像中的罪行各式各样 但其中有两例为情杀人的女犯人 让人不禁唏嘘 他们是怎样走上杀人的道路的 视频中一名女子容貌秀丽 说话干脆 做事利落 即使在听到法官宣读死刑判决时 也没有任何的惊慌失措 这样一位女子 如果在工作中 肯定也是一名雷厉风行的女强人 她犯了什么错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又被判处死刑呢 这名女子名叫王瑞瑞 是河南省洛阳市一家工厂的工人 长相秀丽 性格活泼的王瑞瑞 一进场就吸引了很多单身男性的注意 王瑞瑞也很喜欢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 和几个男人同时保持了恋爱关系 在这种多角关系中 王瑞瑞受到多个男人的呵护 这种女主的感觉 让她欲罢不能 不肯舍弃任何一个 就这样 随着时间的流逝 王瑞瑞身边留下的情人有两个 一个姓梁 一个姓王 两个人对王瑞瑞都是真爱 所以 他们都想和王瑞瑞结婚 做一对长永久夫妻 但两人采取的方式截然相反 梁某比较强势 是电影中那种霸道总裁的作风 说话办事说一不二 当王瑞瑞拒绝他的结婚请求时 梁某恼收承诺 开始使用暴力 威脸 隔三差五 骚扰王瑞瑞 王瑞瑞苦不堪言 于是向另一个情人王某诉苦 请求王某就自己脱离苦海 任一个男人遇到女子的求救 都会生起一种保护欲和英雄感 更何况还是自己喜欢的女人 王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王瑞瑞的请求 于是 王瑞瑞和王某商量 怎么才能彻底摆脱梁某 两人商量了一个 彻底杜绝梁某骚扰的办法 杀死梁某 商量好之后 王瑞瑞出面 以商量结婚事宜的理由 邀请梁某来家吃饭 期间 王瑞瑞把掺了毒鼠墙的酒杯递给了梁某 沉浸在即将以王瑞瑞结婚这一喜悦中的梁某 没有任何怀疑 结果酒杯也喝了下去 不一会儿 喝了毒药的梁某躺在沙发上昏迷不醒 王瑞瑞赶紧叫来王某 准备杀死梁某 但没想到 毒药的剂量太小 梁某很快醒了过来 梁某命运如何 这是一组记录死刑犯临行时的真实影像 录像中有男有女 他们是怎样走上这条犯罪道路的呢 梁某喝下毒酒后 昏迷不醒 就在王瑞瑞和王某准备下手时 梁某因毒酒剂量过小提前醒来 这时 王瑞瑞和王某面临两个选择 一是放弃犯罪 从此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过正常生活 另一个是继续犯罪 杀死梁某 王瑞瑞和王某选择了后者 王某用钢管重击梁某后脑 导致梁某当场死亡 事后 王瑞瑞和王某准备逃亡省外 可惜两人没有任何反真经验 现场留下了太多线索 还没走出洛阳 就被公安机关抓获 与王瑞瑞同样为情犯罪的 还有一名叫李璐燕的女孩子 这个女孩戴着一副眼镜 看起来老实忠厚 谁也想不到 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竟然是一个杀人犯 李璐燕为什么要杀人呢 原来 李璐燕刚刚工作时 他的领导徐某 对他关怀备质 十分照顾 一个人孤身在外的李璐燕 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沉迷在徐某的温情中 不能自拔 很快 两人就发展成恋人关系 但徐某是一个有家庭的人 不可能为了李璐燕离婚 两人因为这事纠缠了很多年 在李璐燕的认知里 只要徐某没了妻子 肯定会和自己结婚 徐某的妻子 就是自己幸福婚姻生活的拦路虎 不久 李璐燕发现自己怀孕了 徐某还是不肯离婚 李璐燕十分难过 但他没有谴责徐某 而是为徐某的妻子挡了自己的路而生气 他决定除去徐某的妻子 为自己的幸福 为自己的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奋斗 于是 李璐燕买了两包毒鼠墙 放在徐某妻子的面条里 徐妻吃了后 毒发身亡 徐妻死后 徐某并没有像李璐燕想象的那样 和他结婚 而是把李璐燕送到了公安局 法院经过审判 认为王瑞瑞和李璐燕 具有杀人的故意 而且实施了杀人行为 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 构成故意杀人罪记碎 判处两人死刑 立即执行 这两名女子 王瑞瑞杀害了强迫自己的人 虽然手段过于激烈 但还情有可原 李璐燕为了一个 给不起自己婚姻的人 杀害了一个无辜的人 可谓愚蠢之极 在他和徐某的关系中 徐妻是一个受害者 徐某的贪恋 才是造成两个女子痛苦的罪魁祸首 可惜 李璐燕认识不到这一点 选择了去为难 与自己同样受伤的女人 同样为情犯罪的人 刑场表现是否一样 这是一组记录死刑犯 被执行死刑时的真实影像 在这组录像中 有男有女 每一个人都犯下了滔天大罪 每一个人都在等待死亡 他们有的特特不安 有的愤愤不平 有的沉默不语 有的为自己的罪行 深深忏悔 他们最终表现如何 王芮芮 接到死刑执行书时 一脸的平静 没有任何的动容 她平静地在执行书上 签下自己的名字 当记者问道 是否有话给女儿说时 王芮芮回答 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自己杀的人 被执行死刑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虽然自己觉得自己罪不至死 但法律这么判了 就这么执行吧 当记者问道 能否把行刑时的录像给女儿看时 王芮芮怒了 她答道 为什么要给我女儿看 如果让女儿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这样死的 以后她怎么做人 在这一刻 王芮芮展现了身为母亲的坚强 不管自己处于什么境地 面临着什么困难 总要为子女留下最好的条件 王芮芮是被枪决的 在随着武警前往刑场时 王芮芮仍是一脸平静 与周围那些木然的脸色相比 王芮芮是鲜活的 即使是在死神即将到来之时 李璐燕是被注射死亡的 这位21岁的女孩 在正值青春的大好时光下 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躺在行刑床上的李璐燕 低声告诉记者 自己知道注射死亡过程很快 也不痛苦 但还是很紧张 她想念家人 面对死亡 这个年轻的女孩有些慌神 不知道她有没有想念徐某 想念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不知道她有没有后悔 后悔伤害了和她一样受害的女人 医生注射后 短短几分钟 李璐燕就停止了呼吸 与李璐燕一同执行死刑的 还有一名名叫黄祖龙的男子 他曾因犯罪被判刑 出狱后 没有技术 没有学历 还有犯罪前科 很多单位都不接受他 他也不愿去下苦力 挣力气钱 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 贩卖毒品 没想到 第一次作案 就被厦门海关抓了现行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黄祖龙是累犯 要从众处罚 法院判决黄祖龙 构成贩卖毒品罪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黄祖龙在行刑时 没有留下一眼 大概对他来说 与其糟糕地活着 死亡更像是一个解脱 另一名与黄祖龙一样 贩毒的女子方小红 当初走上贩毒的道路 是想给女儿一个富裕的生活 临行时特意换上了新衣服 抱着女儿的相片 躺上了行刑床 也许他对女儿是真心疼爱 但贩毒却给其他家庭的女儿 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 人只将死 欺言也善 这些死刑犯临行前的反应 他们的话语 应该是当时的真实意思 也希望他们临行时的表现 能够警示 其他准备犯罪的人 莫犯罪 犯罪必备捉目 对此 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发表观点 现在已经摇论区难过了 请有点点赞